如果人类死亡有等级区分 哪种方法最痛苦呢 即张家界三男一女相约跳崖 四川又有两男一女服毒自杀 据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全世界每年有80万人自杀 你以为短短几秒钟就能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人体会竭尽全力自救 从而让你感受到死亡的痛苦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好好生活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儿 谈笑有红如 科普白定 我是探索君 今天怎么就来聊一聊 哪种方法离开人世间最痛苦这件事 人生在世活一辈子 去极乐世界时 最不痛苦的方式就是寿终正寝 老了之后能够在家里安然的死去 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选择从高楼跳下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会让你产生严重的焦躁不安感 在急速下落的过程中 你的血管和肌肉疯狂的收缩 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 你的耳鼻眼会有严重的冲斜感 你狠狠的砸在了地上后 内脏器官会摔得四分五裂 即便心不皱停 你的大脑还在感知临死前的痛苦和恐惧 当你选择跳楼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你不会走得很体面 摔得粉身碎骨是其次 你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如果你想走得体面一点 选择了溺水 探索君只能说 恐惧感一点也不会少 进入水里的那一刻 你会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溺水的无助感涌上心头后 水就找到了进入你肺部的机会 根本就没有机会拒绝的你 会有强烈的撕裂感和灼烧感 刺激你的肺部 你彻底地失去了呼吸和挣扎的机会 水分占领了你的血液 让你的大脑失去意识 把你泡得面目全非 你能想象一个人饿死的过程 有多可怕吗 这可是最困难 也是最糟糕的死亡方式 人一旦绝食不吃不喝 陷入饥饿状态的身体 首先会消耗脂肪获得能量 继续消耗肌肉 可想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 身体就得想方设法地 消耗物质转化成能量 可已经变得骨瘦如柴的你 没东西可以给身体消耗了 只能转占内脏和器官 直到你失去心跳的那一刻 所以饿死就是吃掉自己的过程 你以为上吊自杀就是挂根绳子 搭个板凳 脖子一挂 双脚一蹬 就算完事了吗 绳子勒住你脖子的那一刻 呼吸会立马被切断 你的脸会被胀得通红 颈部动脉在强烈的压迫下 让大脑失去了供养的机会 甚至会快速冲血 出于身体的本能反应 你的双手会试图抓住绳子 防止绳子继续收缩 悬在空中的双腿 也会不断的挣扎 直到大脑遭受了不可逆的损伤 你的生命就在痛苦中结束了 失血过多而死的痛苦 就在于人体器官的衰减 当你失去了1.5升血液时 身体会变得非常的虚弱 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 最明显的就是口渴 非常想喝水 可失血过多的人 内脏损伤十分严重 禁止饮用大量的水 当你失去了两升血液后 大脑一时变得模糊 出现头晕目眩的情况 最后在脑细胞大面积死亡的痛苦中离开 在沙漠里身体脱水而死 最先罢工的是脑细胞 一旦发觉身体出现脱水情况 就会立马萎缩 让你的大脑出现头痛欲裂 妄想困惑的情况 随着头骨上的血管不断脱落 陷入昏迷状态的你 会在脑死亡和出血的痛苦中死去 再加上肾脏没有水分的供给 没办法正常排毒 内脏器官还会在脱水时 让你感受肌肉痙攣的痛苦 如果死亡痛苦程度有等级 最惨的是哪一种 看完只想好好活着 火烧而死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极大的痛苦 特别是表皮神经被破坏后 你会感觉到身体的剧痛 随着皮肤被灼烧 痛苦的敏感度就会慢慢升级 在烈火的焚烧中痛到难以自己 等到皮肤表层烧尽了后 肌肉就会变得格外僵硬 你甚至都能闻到自己的肉味 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会伴随着你直至死亡 可在火灾现场去世的 大多是吸入了有毒气体窒息而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里的人 服下大量的安眠药后 就十分平静地死去了 可现实生活中 吃安眠药自杀并没有这么顺利 首先没有医生开的单子 你很难够买到超级量的安眠药 其次为了防止人类自杀 安眠药已经把毒性降到了最低 以至于你一大把的把药吃进肚子里后 就会出现头昏眼花 想要睡觉的情况 可刚刚睡着 安眠药就起作用了 开始疯狂灼烧你的胃部 让你睡得一点都不安宁 甚至会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 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呕吐 直到胃里的东西吐光 吐出来血 其实这也是机体自救的反应 等到安眠药效彻底过去后 你的意识彻底的涣散 你会不自主地把肺物吐出来了 最后堵在肺部呼吸道 乃至鼻腔里窒息而亡 一小部分的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背负的压力太大时 就会在情绪上头的那一刻 喝下剧毒浓药 比如白草枯 只需要10毫升就彻底致死了 即便喝完突然有了求生欲 你的口腔肠胃道等 都会被剧毒物质腐蚀 肺部逐渐纤维化 口腔灼烧感刺激到你的每一根神经 最后所有器官衰竭 你只能看着自己慢慢的死去 请你记住 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 但总有人守护着你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关注探索军 每天下午5点 准时探索新知识